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民认为普通百姓没有权利就医 为什么领导干部可以随时住院 同情归同情 但是社会应该公平 假如这种事情在美国就绝对不会发生 如果是公费一了 你只能排队 无论你是总统还是平民 有钱你可以聘私人医生 没有钱可以挂急诊 但是挂急诊也是所有公民一律平等 不会像中国上海这样出现特权阶级 像陈同副市长这种喂手喂脚的情况也不会出现 在美国的政客 无论他是否真心 就算是作秀 也不会让百姓挑出这种毛病 而中国的这些官员 简直就是挑战百姓 正所谓王侯将相 宁有种姑 中国的百姓 当然不服气 封城是影响百姓的生活 对于那些有特权的官员来说 生活完全不受影响 上海上海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封锁 清零躺平共存的矛盾 而是市民要吃饭 要看病 要生存 上海人民天天都在问 为什么一夜间就变成这个样子 政府官员每天装傻冲愣 根本不会直接回答这些问题 只能说整个中国始终被一只无形的手所掌控 那这只手就是共产主义的幽灵 无论它让你穷让你富 目的都是为了它的统治 如果回到现实中 我们会发现 上海其实根本就不缺物资 郊区的仓库货场 集散中心 其实都堆满了物资 仅仅深圳救援队募捐的物资 就有几个卡车车队之多 甚至无处卸货 只能卸到上海的附近 无息难通 而这些货物根本没有办法通过正规的渠道 发放到上海市民的手中 随后通过一番政治的操作 这些本来属于上海市民的物资 就会归到政府名下 分发给其他的经销商 以商品的形式 加价发放到中国百姓的手中 这个就是中共的常规操作 也包括曾经的国企 土地 都是被政府贪污 然后卖给各种经销商 反手加价卖给百姓 这样本来就属于百姓的社会物资 反而让百姓加价重新买回 包括前几年的国有资产流失 甚至是房地产业 都是这种套路 中国百姓在买卖的过程中 又反复的克税 比如中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增值税 增值税本身只应该收增值部分的税 而在中国是全价收取增值税 每一次商品升值就反复克税 而退税的流程和程序又极其的繁琐 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懂得如何退税 中共就这样繁琐的制度 反复剥削中国的百姓 而老百姓也毫无办法 自己的物资 自己花钱买回 甚至还要感谢政府 因为你不感谢他 你连购买的机会都没有 有钱也必须得挨饿 而其他的行业看到政府如此的嚣张 也就紧随其后开始发国难财 比如目前的刚需快递业就是如此 以中国最著名的顺丰快递为例 目前在上海 又一件东西已经涨到了130元一次 而第二天取货的时候 坐地起价变成了240元 上海市民也眼睁睁这样被剥削 以目前的上海形势来看 上海市民反映 一家团购360元的套餐蔬菜 而实际这些蔬菜只价值60元 其他的300元都被这邪恶的社会瓜分掉 这些数字的来源都来自真实的案例 有个人发的社交平台的 也有自媒体报道的 也有在大陆微信朋友圈疯传的 总之目前的人道主义灾难 完全都是人祸 和新冠疫情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应该如何在悲伤与愤怒中保全自我 保全价值和尊严呢 我们选取了知名作家和经济学家 郝景芳女士的观点 她认为上海已经注定滑入悲剧的轨道 每天都有因为耽误治疗而过世的人 或者因为精神负担过重而自杀的消息 有人做了统计 在这一个月内已经超过70起 延误治疗死亡或者自杀的事件 这一数字已经完全超越了某些局部的战争 而我们毫无疑问 目睹了愚蠢 麻木 谎言与平庸之恶 这是系统性的灾难 很多时候个体的力量不足以对抗系统性错误 那就只能尽全力的活下去 并在活下去的过程中保持自我的精神健全 在中国没有以色列那样的哭腔 过多的悲伤也无处倾诉 我们需要在悲痛与愤怒中保全自我 又不希望自己的价值和尊严随世间沉沦 那就推荐一本书吧 可能多少会有些答案 书名叫寻找内在的自我 马斯洛谈幸福 这个是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随笔记 他作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构建出需求层次理论 非常的出名 书中说 我发誓要为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 做出像萨纳姆一样的贡献 从那天起 优越感就像破衣服一样被我抛弃掉 我成了一个世界公民 那什么叫世界公民呢 就是用全世界通用的主流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世界 我们是人 然后才是中国人 美国人 日本人 世界公民是不分国籍宗教肤色性别的 现在呢 很多情绪健康者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是如何在一个匮乏性的现实中努力的生存下去 也就是说呢 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 恐惧愚昧痛苦 丑陋恶心的罪恶世界中 却还能惦记存在性现实和存在性价值观 包括真善美 马斯洛认为我们必须进入诚实的世界 不要让自己的腐败 堕落 虚伪 不道德和淫乱这些现象变得习以为常 理所当然 像当年纳粹集中营的那些犹太人 每天都发生着活人被烧死的可怕行为 而他们对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这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其次呢 必须能嗅觉出不诚实的恶臭之气 你可能不得不低头 但你绝不要喜欢他 第三条 灰色的谎言仍然是谎言 不必出于礼貌而表示赞同 不必耻于在一个建立妄议的世界中做一个好人 第四条 绝对不要低估一个人影响世界的力量 我们要相信洞穴中的一支蜡烛就可以照亮一切 第五条请大家记住 那个童话中的故事 当一个孩子看到皇帝的新衣 其实什么也没有穿 然后大家才恍然大悟说出了真相 能拯救世界对抗独裁的 往往就是孩子一般的天真善良 当我们得到了真正的尊严与自豪 一切就会开始改变 马斯洛认为 为了获得真正的尊严和自豪 不要试图去隐藏自己 不要去依赖外部的评价符号 比如制服 奖章 头衔 社会地位等等 要完全彻底的展示自己 进行自我的揭示 展示自己隐蔽的伤痕 愧疚和羞耻 不要让任何人将任何决策强加在我们身上 也就是说 如果别人的看法并不符合你的天性 不要按照别人认为的一个医生 牧师教师应该怎么去做 于是那样要求你 更不要隐藏自己的纯真 要大胆地承认它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存在性的世界 Being realme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它是一种对匮乏性世界 Deficiency world 一个强烈的对抗 在生活中 那些令人钦佩的 富有魅力的 或者受人爱戴的人 他们都是有意识地进入存在性世界 从而可以对抗并且走出匮乏性世界 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勇气 这需要我们进入一个纯哲学 纯数学 纯科学的世界当中 就像我们吸纳的奥林匹斯山的清新空气一样 马斯洛认为 应该尽量收紧自己的注意力 更专注于微小的世界 比如自然界的蚯蚓 昆虫 如果在人类的社会 就是关注每一个受苦受难的人 和那些受苦受难的家庭 并不是满嘴的爱国家 爱民族 结果对苦难的个体不闻不问 在马斯洛给出的精神建议中 包含了很多令人尊敬的杰出灵魂 我们偏颇有限的也不能一一的介绍 这些在社会当中的伟大精神力量 很多时候能支撑我们世人 度过人间起伏 包括社会动荡的波澜 总之 即便这个世界是灰色无光的 我们也要怀抱对这个世界终极的真善美 这是一种超过宗教的信仰 是普世价值观的根基 除非我们自己放弃 否则谁也不要夺走 相信早晚有一天 记得真相的人 会团结的站在一起 好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平凡 咱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